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什麼呢 特法俄羅斯移發出一個停火協議 令烏克蘭陷入兩難局面 究竟烏克蘭為什麼會出現兩難局面呢 稍後會跟大家詳細說說 第二個會跟大家說的是斯里蘭卡破產 西方國國醜態進出 稍後也會跟大家說說 究竟西方國家有幾個醜態進出 他們有做了什麼呢 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請幫幫忙留言分享 訂閱讚好 把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像你一樣 和家偉一起看時事《論盡香港》 喂 我們《論盡香港》的會員制已經開通了 你載了沒有 我們的會員制只是20元起 你沒理由不載吧 快點來載我們的會員 喂 還有啊 大家記住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讚 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 還有全部 看Facebook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贊好我們的專頁 下面瘋狂留言之餘 把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會知道 和可以一起討論國家 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早前我們《論盡香港》也有說過 現在俄烏最新的情況 就是烏東大部分的地區 都已經有接近整個烏克蘭20%的土地 已經在俄羅斯的控制之下 其實如果 當勞金斯克已經落了俄羅斯之下 基本上普京的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要整個頓巴斯地區 都完完全全在俄羅斯控制之下 普京就很大機會會提出停火了 可能有些朋友就說 喂 其實現在的勢這麼好 為什麼不繼續攻進去呢 其實相反來說 在放眼整個世界來說 是不是代表土地越多就越好呢 其實不是的 最重要是要知道自己國家需要什麼 就以俄羅斯為例 其實為什麼俄羅斯要攻佔 或者要拿烏東地區呢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因為 俄羅斯真的需要一個暖水港 為什麼當初要吞併克利米亞 為什麼現在要矛頭直指烏東地方 很大程度就是真的需要一個暖水港 暖水港的地方就是現在所說的地中海地方 如果你說整個烏克蘭真的拿了 其實對於俄羅斯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如果整個烏克蘭真的吞併了 其實變相更加要面對面接觸到西方地方 其實是有違背於整個俄羅斯情況 所以很多消息都說 俄羅斯很大機會 如果真的佔領了 或者控制了 盧金斯克和頓巴斯這兩個地方 真的能夠落入俄羅斯手中 甚至他們自己是做一個新的共和國的話 俄羅斯就會制定這個停火協議 其實大家看看從今年2月開始 俄羅斯衝突到現在 其實兩方面都是死傷慘重的 而如果真的繼續下去的話 只會怒民傷財 對俄羅斯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個停火協議的話 其實對整個世界都是一件好事 但在我們普通市民來說 就覺得世界從此和平好事 但各國又未必是這麼想 最頭痛的那個 其實就是烏克蘭的澤連斯基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普京真的制定了一個停火協議 是由俄羅斯提出的話 澤連斯基就真的會陷入這個困境當中 兩面不是人 大家想想 你作為一個烏克蘭的總統 你自己的國家被另一個國家攻打 甚至乎已經有些地方落在別人的手上 現在對方是攻那方 而是說佔有上風那方跟你說 停火協議 去換取你的和平 你會不會選擇接受呢 如果你不接受的話 重大件事 那你就可能要冒著 其他西方國家甚至乎全球 看下去 喂 你如果真是為市民著想的 你就停火了 你沒有理由想繼續打下去而已 再者 如果你澤連斯基真的不接受停火的話 那西方就可能會從中減少對你的軍事支援 當然 西方他之前口頭上已經說了 我們會繼續支持烏克蘭 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在前提上 他還不知道俄羅斯會趕停火 這件事 所以如果現在這刻 西方支援烏克蘭的話 那些武器等之類 大約可以支持烏克蘭大約半年左右的時間 而最大最大支援國其實正正是美國 雖然美國經常說 我將武器交給你隔壁的國家 又或者我給你錢 或者用其他方法 不直接支援你 甚至乎美國總統拜登去歐洲參加這筆約峰會的時候 明明可以過來烏克蘭都不過來你 那你就知道其實你是什麼角色 美國作為一個最大支援烏烏衝突烏克蘭這一方的國家 其實是面對著很多的問題的 一來就是軍事上支持 二來是財政上支持 第三才是他們真正要想的地方 就是拜登也要想一下究竟烏烏衝突當中 令到美國他們自己11月中期選舉有什麼影響 其實美國境內已經對於俄烏衝突有一個戰爭疲勞 但是問題在於烏克蘭其實真的擁有極多的資源 這些是天然資源 有什麼好過拿在自己的手上呢 而這些資源的話 如果真的慢慢吃的話 真的做生意那裡有時間賺 這一次就真的好看西方國家 怎樣去看這次俄烏衝突 究竟他們認為俄羅斯停火之後 烏克蘭應該繼續去攻 還是繼續去算 和平算數不要再打呢 美國當然是以自己選舉為首的 但其實歐洲很多國家都在說 不要搞那麼多事了 你不要再打了 為什麼我們肚餓 哇 你兩個糧食出產國兩邊一起打 搞得很多地方沒有東西吃 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發現原來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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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援助烏克蘭的武器 其實是留在黑市當中 不是 應該不是叫黑市 而是一個超市 軍事的超市 有記者曾經嘗試過 用一個化名的角色 嘗試在這些烏克蘭的暗網裡 去買這些援助烏克蘭的武器 這些武器 哇 多了 簡直有一些是美軍專門為烏克蘭而研製的無人機 都有在手 多少錢 沒有 七四千元美金而已 你可以想到 如果你是一個軍事出產的地方 你自己裡面有很多機密的資料 這些機密的資料是不方便 也不可以洩漏給你的敵方去知 哎呀 現在你因為你要援助烏克蘭這些最高級的武器 最高級的技術 就是流出了在市面 啊 剛剛趕漏了 那位假扮的買家 其實正正就是俄羅斯的記者 那就是說 烏克蘭流出的武器 其實很多時候都已經被俄羅斯買回頭了 那你說 你是西方或者美國的話 其實真的很多問題要想的 昨天的時候我們也說過 咦 我們是說在其他消息當中得知 原來北約峰會其實已經談了 西方和美國已經制定了一個協議 北約其實由頭到尾 俄烏衝突不是重點 是希望得到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俄羅斯和烏克蘭衝突 這純粹是一個紡指 扎蓮斯基真的陷入兩難 除了因為之前已經放了狠話 說我們一定要打贏俄羅斯回頭 但如果現在這刻 俄羅斯真的說停火的話 剛剛所說 還打不打下去呢 其實還有一個他骨子裡面的問題就是 喂 你援助我的東西 那我才能夠賺錢的 你不再援助 你不再打仗的時候 那我摘蓮斯基怎麼辦 加韻我就沒有任何意見給扎蓮斯基 我只能夠說 任何一個地球村上的人民 都不想見到戰爭 我們希望戰爭快點完結 但在這件事上 我們所見到 其實西方各國 其實由頭到尾都不會為了烏克蘭的人民 甚至乎扎蓮斯基 去著想任何一方面 他們只會想想 在這次戰爭當中 在這個衝突當中 究竟為自己國家和自己的政權 帶來什麼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 從而去看看究竟是幫俄羅斯 幫烏克蘭還是沈馬虎 兩邊都不做呢 說完烏克蘭現在將會陷入兩難局面之後 再說說又是一個拆穿西方 一個西洋鏡的一個事件 就是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這個地方正在印度洋的中間 在印度的東南方一個島國 歷史上他都很慘 其實他曾經被葡萄牙人佔領 也被西班牙人佔領 也被英國人統治了 直到之後他自己獨立 成為一個國家 斯里蘭卡好像很遠 大家聽過這個名字就知道了 這個名字叫石蘭 石蘭茶葉這件事大家聽過 就是來自這個國家的 斯里蘭卡近日因為俄烏衝突之後 凌晨的情況就大件事了 他經濟上能源上 很多方面上都完全不足夠 出口嚴重地不足 所以形成現在這個國家正式宣佈破產 一個國家宣佈破產你說有什麼問題 不是啊 之前我也聽過希臘破產 但是現在斯里蘭卡破產 那怎麼辦呢 之前很多國家說破產都沒事 這次不同 之前那些是歐洲國家 屬於在歐元區之內 歐元區的國家有義務地幫助他們 但是這次斯里蘭卡其實什麼都不是 在什麼都不是的情況之下 那究竟斯里蘭卡可以怎麼辦呢 因為能源問題 電力問題等之類 其實在早四月的時候 斯里蘭卡很多人民因為看到 整個國家完完全全 爛到這樣的 而出現很多抗議的問題 但是抗議還抗議 你是沒有資金 買不到任何外來的物件的話 就已經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了 所以早在兩個星期的時候 已經軍方甚至乎政府已經說了 將會限電限資源 也叫大家work from home 再加工作 但是你連電都沒有 我再加點工作呢 所以民眾的情緒非常高漲 同一時間 因為能源的問題 現在斯里蘭卡已經很多民眾使用柴火去煮食 甚至很多人以前都可能萬家燈火 現在因為沒有氣體 沒有天然氣 也沒有能源 所以要點柴 面對著這樣的情況 那斯里蘭卡可以怎麼辦呢 那就要看回 在世界當中 有什麼國家有幫過手 早前也說過 你G7峰會 作為經濟大國 你理論上 是不是應該要接受一下 或者幫一下斯里蘭卡呢 話口未完的話 G7的大國家 就說會幫忙的 當中為首的是誰 是美國 為什麼呢 大家都記得 斯里蘭卡正正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地方 因為它位置的地方就是印度洋正中心 你如果做一帶一路 斯里蘭卡就是其中一個地方 而中國也幫斯里蘭卡緩建不同基建的情況 現在面對著斯里蘭卡真的破產 那麼西方又怎麼會放過這個情況呢 之前都說 G7峰會說我們要做一個新的經濟體 看出來 抗衡中國一帶一路 咦 現在一帶一路的重要地方 嗯 我們一定要幫 他會怎麼幫 一 是資源方面 美國說會幫斯里蘭卡 他第一時間就說不用說這麼多話 我給錢 給多少錢啊 沒有 其實現在面對著斯里蘭卡 已經累積了510億的外債 那麼現在美國就跟他說了 放心啦 我們會為斯里蘭卡的中小企業提供1.2億的資助 是的 是1.2億的資助 另外第二件事是說 會是為了遭受到這個經濟打擊的人 是提供570萬美金的人道支援 嘩 這麼多啊 斯里蘭卡現在有2千多萬人口 你有570萬美金去支援的話 其實你幫到什麼呢 所以你說這些真的叫做杯水車身 但是他說會幫忙 哎 不是先聽著 大家都聽到的 也知道其實美國出手 應該這麼說 美國經常都是打嘴炮多 包括之前是說做一個亞洲行 他說我拿錢出來跟大家做生意 但是整個東南亞 原來才只有幾億 不是 差不多兩億美金 做鬼嗎 怎麼做啊 做生意 包剪拆拆拆拆拆了 吃飯 或是搞一次會議的話 隨時都不止這個數字 你還說這些是可以做生意 大家就明白了 究竟美國 唉算了 說來沒意思 除此之外 其實最接近斯里蘭卡的地方 其實就是印度 印度當中其實是有支援過斯里蘭卡的 他當中曾經前後給了40億美金的貸款給斯里蘭卡 亦說會承諾給19億美金再協助斯里蘭卡做重建等之類 但究竟斯里蘭卡會不會接受呢?當然有錢是接受 但歷史上來說其實斯里蘭卡和印度是有仇口的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人口中斯里蘭卡有部份的泰米爾人 而泰米爾人正正是令印度有紛爭的其中一個民族之一 之前斯里蘭卡曾經出現過一些戰爭的問題 印度打算幫忙 誰知道一幫 咦? 糟糕了 原來是泰米爾人 泰米爾人見到印度 你幹嘛幫斯里蘭卡嗎? 你幫他 行 沒問題 我泰米爾之苦就把印度弄回印度 所以印度發現我幫斯里蘭卡被打回頭 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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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斯里蘭卡見到印度這樣的情況會怎麼樣? 又說幫 之後又說搏了 這些是歷史問題來的 但作為一個鄰居來說印度也願意叫幫忙 至於我們中國的話其實一直來講 因為在於一個一帶一路的地方 斯里蘭卡很多基建其實都是中國幫忙的 中國其實一直都有幫到斯里蘭卡 在資源上 能源上 除了中國會幫之外 俄羅斯也有幫的 中國幫的 大家聽聽價錢的金額 金額就是 第一 中國會給15億美金的信替額 給斯里蘭卡 還有另外再給10億美金 給斯里蘭卡 而這10億是沒有說要買必需品的 即是我直接給你10億 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買什麼就買什麼 好 跟之前其他國家不同 之前其他國家都在說 哎呀 我給你這些錢就是支援你某個項目而已 但現在直接給你錢 你想怎樣幫助你的國家就怎樣幫助 還說明你還要什麼幫忙的話 隨時發聲 我們國家會幫忙的 你想想一下 西方國家就說到這樣 有天花龍鳳 但是最後呢 哇 大佬 你的丁屎那麼多 怎麼夠啊 相反 看回我們國家的話 直接給錢過來 還說你不夠的話 你再說 我們再幫你 這些就是雪中送炭 其實還有一個國家 真的很想跟大家說 那當然是什麼呢 那個叫英國 英國當知道斯里蘭卡破產之後 英國的外交部警告所有公民 非必要不要去斯里蘭卡 這個情況是什麼呢 一 全球那麼多的所謂強國大國都說 怎樣援助斯里蘭卡的時候 而你英國就說 哎呀 那些公民你快點要走了 沒什麼必要不要去啊 為什麼突然說英國呢 當然要啦 剛剛就說了 其實在斯里蘭卡的歷史當中 英國曾經殖民過斯里蘭卡 那理論上應該都有些感情啊 感情上的 你是不是應該都幫幫忙啊 哎呀 對不起 說錢就是真的互相感情的 英國從頭到尾在印度 整個東印度公司 或者當年怎麼殖民 這個斯里蘭卡的時候 他有沒有當過你是人啊 根本有沒有 從以前都不會當你是一個人 或者當你是一個國家的情況之下 現在你那樣子 我為什麼要救你啊 這件事我就很想反過來跟大家說 請大家想想 當年九七年回歸之前的香港 很多人就說 哎呀 我們英國呢 哎呀 你懂事頭婆啊 我們英國對香港好好的 我心想你真是開玩笑 你放眼全世界 看一看以前英國的殖民地方 究竟是有什麼下場 說我的地方 盧王達 盧王達就是最近說 如果你英國是有些難民的話 他們就相信將一些難民 帶上一些特別的手購等之類 就是識別回原來你是英國的難民來的 就會說將一群難民運到盧王達 你想想 以前的殖民地方原來就是給你安放一些難民的 是不是很熟悉呢 香港以前就是第一收容港 當年我們英國怎麼對我們香港 真的對我們香港好 如果對我們香港好的話 為什麼要特意將我們香港 當為一個第一收容港 你就拿了威 因為之後我們香港全部背上身 現在之前是怎樣援助過那些 越南難民或者船民的人 那些錢 到現在這一刻 香港都還沒有收回 所以這麽多位 還有一些戀英正義傑的人 自己想想 英國有沒有當過我們香港是人 如果當你是人 當年他們臨走的時候就不會只給你BNO 是真的給你英國公民 自己想清楚 究竟西方他們的醜態有多麼白出 這次我們從俄烏衝突和斯里蘭卡事件 我們真的可以見得出 西方各國醜態盡出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裏之後又是怎樣看呢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說你們的看法 也請大家幫幫忙留言分享 訂閱讚好 把這條片廣傳給你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好像大家一樣 和家偉一起看時事看國際論盡香港 我是家偉 稍後再見 拜拜 我們大家看到這裏 要不要積心的 是否則 受不了 我也不要積心的 我不會有 我不會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